現在是早上5時20分 我們已經去機場了 很適合睡覺 好像沒睡過 還有好像沒像大眼鏡 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洋水 我媽媽正在乘車去機場 應該不會再拍著 因為是太陽水 我們再見吧 拜拜 可以給大家一個驚喜 因為這間酒店超奇怪 這就是我的房間 我們現在進去 你們看到進門後 這裡是洗手盤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扣 我訂的時候沒有寫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會訂 不過除了這個洗手盤 是很奇怪之外 我覺得其實尺寸和價錢 是成正比的 讓我展示給大家看 進入房門 這裡還有一個很奇怪的洗手台 這裡有個衣櫃 我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一個衣櫃 有一個夾蠻 下面放拖鞋 但我已經穿了 然後再走前面 這裡有一點點位置 放行李箱 這裡是床 這裡有一扇門 進去就是廁所 我那時候是很擔心的 之前 我是很擔心裡面的廁所 只是這樣 幸好 它也有一個洗澡的地方 房間就是這樣 一眼看完 它也有電視 有雪櫃 還有一些櫃桶 是OK的 只不過完全奇怪 就是那個洗手盤 我這個room tour 就是來到這裡 因為真的一眼看完 但我覺得是OK的 性價比 因為它是520元 左右一晚 但這裡是超級無敵 近明洞的地鐵站 的出口 所以OK 只是接受不了 那個洗手盆在外面 我覺得 我們終於來到房間吃第一餐了 我們是亂進了餐廳 因為我超級餓 今早6點吃了脆滑之後 就沒有吃過東西了 然後 這裡就脆了 哈囉 我還在搞笑 我忘記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餐 不知道為什麼 它給了這些 紅蘿蔔 很像胃兔子 然後這個我超級喜歡吃的 這個是魚膏的拌菜 然後是檸檬 還有一些醃了的蘿蔔 然後 這個就是叫的 不知道什麼 排骨薯底湯之類 剛剛我們去了唱錢 因為其實我在香港是沒有唱到WON 我自己本身有大約三千元港幣的WON 然後來到我還沒在唱 因為來韓國唱是便宜一點的 然後很多人都會去大使館 在田邊這個位置 但其實它還不是最便宜 然後我們在同一條街頭 就會在那裡找到一些便宜的東西 然後 其實唱天之前 我已經買了一大袋 OLED 買了超多 然後買了超級貴 然後我忘記了 我帶Credit Card出來 然後 然後 要給現金 很醜 我是很醜 好 我繼續 走 拜拜 好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買的東西 應該說是我買的東西 這裡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面膜 還有超級市場買的東西 因為今天 不知道去哪裡 就去了樂天超級市場 然後買了很多東西 這些回到香港就會跟你們分享 究竟我買了什麼 現在我們在等炸雞 我們在酒店點了炸雞 炸雞終於到了 我等了一小時四個字 超肚餓 我想問是不是正常的 我看到上網的人是等一小時不用 八個字了 但我等了一小時四個字 由九點鐘等到現在十點四 我又玩餐變宵夜 我不管了 要開了 然後我拍給大家看裡面有什麼 然後這個炸雞套餐裡面 是有一罐八士 沒得選的 他沒說過讓我知道有東西選 可能有得選 而他沒有跟我說 這個應該是那些 酸蘿蔔之類 然後這個就是炸雞本人 很緊張 如果它不好吃的話 我會燒掉它的店 我等了一小時四個字 炸雞 哇 真的很多 超多 我們剛才還在想 夠不夠吃 可以買東西吃 然後酒店的餐廳 跟我們說夠了 他的樣子 好像覺得我們很大吃 然後就說夠了 夠了 然後我們就 就這樣叫這個 沒有叫其他東西 都沒有出去買東西吃 好了 我不客氣了 真的很餓 嗯 很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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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大家真的要訂 就不要在很餓的時候訂 要不然就好像我們這樣 變成宵夜 真的很好吃 嗯 很好吃 很脆,有蜜糖的甜味 雞不乾 我很怕炸雞裡面乾 但皮和雞肉都不乾 我覺得很好吃 介紹完畢 我要繼續吃 明天見 拜拜 這就是我第一天的韓國Vlog 我第一次拍旅行Vlog 會不會很悶 說話很廢,很沒內容 如果是的話,大家記得不要介意 還有要跟我說 我會盡量進步 下一次 第二天我們去了滿紅咖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第二天的Vlog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Vlog 記得給個讚鼓勵一下我 訂閱這個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下條片再見,拜拜